3,2,1,Action! 大家好,我是科技宅男神浩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你的MacBook中显示隐藏的文件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浩TV会不时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请订阅神浩TV,然后点击旁边的小订单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的影片发布的通知 我们MacBook里面的OS就是叫做MacOS MacOS会把很多setting的发或者是folder隐藏起来 其实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些优势不小心的去更改或者是delete掉它 不过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打开这些隐藏的文件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吧 第一个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按command shift . 如果你想要把这些发或者folder再隐藏回去呢 只要按回command shift . 就可以了 只要打开terminal 然后输入这一个字 Enter 然后再输入这一个字 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丢进library这个folder里面 因为不是很多人知道如何打开吸一根发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就给我一个like吧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技巧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那么我是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